今天这一关就有意思了 魅惑菇单挑江王 没错就是植物只能使用魅惑菇 其他植物的话咱们暂时不用 因为无名版的江王还是有太多不确定因素 那魅惑菇开局就简单的呀 前期的小僵尸直接 前期的小僵尸直接魅惑就行 没什么难度 只要江王博士再一路多放点导公仔 那就很舒服 毕竟这一关全靠导公仔输出 是不是 江王博士下来突囚了 咱们也没什么好东西可以招待他 这一关其实吐不吐球倒是不重要 反正我们的打工仔横数都能啃到江王博士 我就担心待会放个冰车 巨人僵尸什么的该如何是好 不过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万一咱们的打工仔足够给力 直接把江王博士给啃死也说不定了 博士第二轮吐球 看一下还剩多少血 还剩666的血 看来两个打工仔的输出还是差了点 不过咱们也不急 因为江王的血量越高 放出来的僵尸就越弱 我去李大爷的江王博士这么早就放巨人僵尸吗 兄弟们 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 那就是巨人僵尸进我家前 咱们的打工仔直接把江王博士给啃死 我就不信了 这江王博士越邪门我就越要把他打过 看见没兄弟们 这把我们开局就逮到了三只打工仔 博士现在还剩五万八的血 难不成你还能给我放个巨人僵尸出来 兄弟们 这一关是无解的吧 就给灭火菇好像过不去啊 主要是这江王博士老是放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 这包头烂车僵尸又来了 这我拿什么顶 灭火菇好像也顶不住啊 一路还放一辆冰车 我去江王博士 你不讲武德 而且这只二爷连个铁蚱僵尸都咬不过 我就不把二爷昨天才单枪匹马咬死了一群红眼 都是二爷差距差这么大呀 支付大战僵尸设计师 算了兄弟们 看来警告灭火菇这一关肯定是打不过的 谁要是能打过我当场倒立洗头 那咱们现在使用一下支付卡片 但是我不用灰烬支付可以吧 那可以用支付的话 这一关就没那么让人绝望了 起码这个跳跳就蹦不起来了吧 但是咱们主要还是使用灭火菇来打这一关 所以能拿到的卡片也并不是很多 诶冰车也刚好被地磁王炸掉 看来拿到的几个支付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还可以 江王博士现在还剩32000的血 这一把看来还是有 你大爷话都没说完就来个巨人僵尸 这就有点麻烦了兄弟们 现在咱们只能用灭火菇拖延一下 为打工仔争取时间 这次是真的只有那一个办法 就是巨人僵尸进家前 咱们的打工仔能把江王博士给啃死 我去你还来劲呢 又放一个 这样的话 灭火菇的冷却有点跟不上啊 博士现在还有一万八的血 无路又放一个巨人 诶 寒冰菇来的哈 冻结一下 通缘时间 现在事成事败 就看这些打工仔了 兄弟们 哎哟 这个泥土手好烦 你是来拉死的吧 江王博士还剩一万一的血 有希望啊 有希望 说的吧 现在咱们只要挡住这几个巨人僵尸就可以了 诶 博士爆了一下 看来他的血量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了 那这把有了呀 说的吧 这些巨人僵尸走得很慢的 博士现在还剩两千血 一千 这把硬了 说的吧 好的 我是牛牛 喜欢请点个关注 下期见 拜拜